今天我们又来到了景德镇 景德镇是不需要做攻略的一个城市 主打一个说走就走 走进了御药博物馆 感受了一段时空之旅 在这个旅行当中 我感受到了古代人是如何制作陶瓷的 现代人是如何保护陶瓷的 瓷系文化是世界了解中国 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文化符号 陶西川陶瓷文化街区 老长房变身苏化青年创作的新空间 创业集市陶燃集春秋大集 充饮着年轻而蓬勃的活力鱼 创造力 在景德镇 用景德镇的瓷器 邀你喝一杯来自云南的咖啡 Zither Harp Say Lonely, Say Lonely, Say 我来自云南的咖啡